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行走坐卧 包括握手要以什么样的力度和姿势为合适 微笑的时候要露出八颗牙齿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如何安排坐次等等 这些的确都属于理的范畴 但是理这个字事实上从中国人的古人的这样的智慧来讲 却包含着非常深广的内涵 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某某人不讲理 那今天咱们就来讲一回理 理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区分人与动物的一个标志 《礼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说 《鹰鹿能言不离飞鸟》 《星星能言不离禽兽》 《仅人而无理,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事故圣人作,为理以教人,使人已有理,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上还说呀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 《礼义也》 《礼》呢最早的时候本来指的是周礼的礼节 是一些周礼的礼节和仪式 现在更多的指向社会的一些准则 还有人们普遍的一种道德规范 按照左传上的说法 《礼是上下之计,天地之经为也,民之所以生也》 也就是说 礼啊 它是天地之间像经线和尾线这样的一种存在 可见它的重要性 礼的繁体字 大家不妨试着写一写 怎么写呢 左边是一个是字 右边呢是区 下面是豆 柿子我们看 它上面是个二 那表示的是上天的意思 下面这个类似于穿的 有的时候看起来像小 那它表示的是像水一样留下 是总体上就意味着上天有信息传下来 那区下面加一个豆 组成的是祭祀的器皿 区表示承接来物 所以说文解字上解释 像气驱受物之行 有虚心谦卑的意思 那豆就是古代成食物的这个器皿 所以礼反映的是什么呢 它的本意就是 对人 对事 对物 要有从内心发出的这种尊重 要有一种谦卑 礼作为礼仪 作为天道 天理 自然法的礼 其实是看不见的 那么作为规划体系的礼 也是一半可见 一半不见的 所以还需要一套完全可见的仪式 来体现表达和强化 这套仪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礼仪 在曲礼中说 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 非礼不备 纷争辩诵 非礼不绝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礼不定 换学适师 非礼不亲 班朝治君 立官刑法 非礼威严不行 导词祭祀 供给鬼神 非礼不成不装 是以君子 恭敬 尊洁 退让 以明礼 从这段话 我们可以看到 礼的作用 真是方方面面 无所不包的 它既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 使之趋向于较高的道德层次 也可以一风一俗 使之秉除 沉袭露俗 树立新的风尚 也可以以温和的方式 平息 争辩诉讼 使社会达到一种安定 还可以让处于君臣 上下 父子 兄弟等 各类 各种关系当中的人 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还有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就已达到这种 敦伦 敬奋 家庭 和睦 这样的一些作用 所以礼啊 可以让一个人知晓 在为官 为学 处事等等 各个方面 以及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当中 如何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形成一种秩序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也可以使在位者和管理者更加庄重 更加有威信 以促使这种治理 能够得到更高 更快效 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还可以使祭祀祖先 还有鬼神的这些仪式 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以达到慎中追远 明德归后的目的 所以我们更熟悉 左传上的一个说法 叫做 国之大事 再似羽容 那理是怎么来的 儒家呢 其实是把人性 作为制道和为政的一种基础和主体 那提出了叫 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的这种理论 理智的思想 其实是发端于人情的 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理的这种建立 其实它的基础是什么 是人的 很天然的一种情感和情绪 所以叫 理因人情而为之 情是性的一种外显 那么性情相为表理 道始于情 就是始于性 所谓的人性 那在礼记上说 民有五性 叫喜怒欲聚忧也 楚简尊德义上面说 圣人之志民 民之道也 雨之行水 水之道也 就是圣人管理老百姓呀 那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了解民的这种道 那大雨之水 它了解的是什么呢 是水的这种道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 规律 那说 造父之御马 马之道也 后继之异地 地之道也 莫不有道焉 人道为尽 所以我们看到 儒家其实并没有将人的血统呀 地狱呀 或者是种族的这些特征 作为他治理的一个基础 而是将普遍的人性 作为治世之道的基础 认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 就必须要顺应人性 有意思的是 从规则体系的这个角度呀 礼其实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 叫礼法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 礼法有着广泛的约束力 不仅是对于庶民 而且对君主 对于官员 都有礼法的这样的一个约束 君若不君 诸侯可以叫什么 发兵征讨 以武力恢复礼的秩序 所谓就是 凡君不道于其民 诸侯讨而直之 就是这句话 君臣关系呢 也是礼法关系 即使是贵为君主 若违背了礼法 臣也可以提起诉讼 可以自行解除这种君臣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 为什么孟夫子一直在讲 叫从道不从君 显然 理智其实是很接近我们 现代法治精神的一种内涵的 另外一个方面 理是什么呢 是礼俗 礼俗就是我们习惯的一种 生活方式 社会自发的一种秩序 它不是君王所建立的 而是来自于传统 习俗 来自于对人情常理的一种承认 也来自于圣贤对于自然法的 一种发现 那英国政治学家 叫埃德蒙伯克 他说 如果民间社会 是习俗惯例的产物 那么习俗惯例 便是它的法律 儒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 南宋的理学家 甄德秀说 福法令之必本人情 由正事之必因风俗也 从这个角度来说 合宜的法律 不是发明出来的 而是发现出来的 用儒家的话来说 就叫做 因俗治理 则天垂法 即从习惯法和自然法当中 去发现人间法 那用哈耶克的话来说 叫做法律先于立法 这里面的要旨就在于 他宣告了 即使是掌握着 最高权力的国王 也不能成为 专断全能的立法者 谢谢大家